就像電影頭也不回離胎 外資上演大逃殺 讓新台幣16日重扁1.239 創近三個月新低 17日雖然中止連四扁 升值6.3分 來到29.362元水位 但利空又來了 就是因為18日大陸台海軍演 17日台股指數溜滑梯 盤中一度失手10800點關卡 中場代量重挫144點 以10810點45點作收 一舉灌破月線跟季線 三大法人合計賣超122億 其中外資就賣超92億 从电子股的技術面来看 其实它已经出现了月季線 往下弯头的一个压力 所以其实在接下来短线上面 电子股压力比较大 电子股涨跌互件 其中台积电因为Q2营运被看衰 股价跌2.26% 收在238元 几乎是三个月新低 红哈也疲软 倒是大力光盘中翻红 中场收在3580元 没想到在股灰乱世外营玩得越大 大胆推出美元定存要瞄准超大户 外营加码吸收美元定存 锐银含2.68%年息是目前市场最高 亚军是新展的2.61% 紧跟在后的还有花旗 渣打 汇丰 但锐银单比最低乘坐33万美元 若非大户还真的无法参与 你要考虑到汇会 还有它的一个手续汇 那另外你看到的这些利率 有时候它的这些优惠期间其实很短 有时候是双周 有时候是三个月 看来想大赚机会财得先做足功课再来 东森 财经新闻 刘志黄福祥 台北采访报导